来源毕老师说 作者西招 年底了 跳逃的人走了一波 回家的人又走了一波 年轻人心中摇摇晃晃 不知该往前走 还是往后退 想起当初一个人拖着行李箱 来到远离家乡的城市 坐在一江路上 畅向未来的事业与成就 你看到了想象中的逆红幻影 也看到了临次之闭的高楼大厦 你看到了脚步匆匆的白领们 也看到了他们脸上的匆忙与憔悴 你以为到了大城市就实现了梦 可之后的诸多打击都是他给你的 工资一般 加班不断 早出晚辉 马哥不停摸在城市一角的 你甚至开始怀疑最初的选择 可即使如此 他们 包括你们 都还一直留在这里 留下来吧 你才会发现大城市和小城市完全不同 复零要大城市 有更多机会与可能 记得有人曾经说过 在大城市 你活到35岁也觉得自己才25岁 因为身边都是比你拼的年轻人 你会忘了自己的年纪 在小城市 你明明才25岁 这体感适应了55岁的退休生活 每天拿着保温杯坐在办公室里 数着日子过 大城市和小城市最大的不同 就在于环境 试问 何曾见过世界500强 把公司落户在三四些小城市 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在北上广深 因为大城市的资源更丰富 投资机会更多 人才当然也越多 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我们 在小城市中 知名企业少 能提供的工作稿位也少 工作的发展前景 也有限即使做到公司内的一把手 也比不上大城市企业中的一把手 他人手中的流水账日均千万 你手中的不超十万 他人短的三年公司扒了三倍 你做了半辈子工资却没什么变化 他人东家不搭搭西家 你辞了这份工作 可能就找不到更好的 并没有编算小城市的意思 只是相交而言 大城市也有更多的机会与可能 在CBB上班的人知道 那些投资者不在乎你的亲戚是谁 只看出你手中的筹码 每个深夜加班的人都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忙碌 因为升职加薪的机会 就拜在他们面前 那些肯干肯拼的年轻人 能够从小员工一路升到总经理 这种情况在小城市中缺业少见 大城市有机会 中小城市要拼跌 这是难力避免的残酷现状 而大城市因为不是熟人社会 所以打破了十分局限的人际关系 反而能提供更多未知的发展空间 复零二大城市用实力说话 大城市的大体现在很多方面 教育 医疗资源更丰富 社会保障体系更健全 基础设施更齐全 就业机会更多 创业机会遍地都是 工资更高 总言而知 可能就除了空气比不上小城市了 同在一个高校毕业的小王和小杨 前者是学霸 毕业后顺利考上全国实际企业当管陪生 小杨没有拿得出手的成绩 诞生在老家有关系 也顺利当上公务员 五年后 当初做管陪生的小王已经坐上高管 手里带着一只专业团队 每日月薪三万家 回老家的小杨受不了工作的无聊 辗转换了几份工作 月薪始终还还在五六千 今年 小杨下定决心回到原来的城市 他打算从头开始 找一份工作好赚钱去老婆 大城市和小城市的区别 一目明朗 在小城市中 即使你有关系 你的关系未必能让你服疗直上 就算你有本事 可能也会被其他关系固定期 可在大城市中 特别是在大企业中 这种情况很少见 一来 这里的资源与收拾齐全 导致竞争更加激烈 每个人为了往上走而拼尽全力 二来 大城市承认竞争者的实力和努力 他足够规范与公平 而且听了那些用实力说话的年轻人 还有一点 在大城市中 公子高是常态 就算公子低也只是一时到 他总有办法跟你不断提心 你找对了工作 自然能够越干越好 你做出成绩 就有升职加薪的机会 带着经验跳槽 你的薪资也能翻倍 大城市是遍地金 欢迎有本事 有引心的人前来创当 富林三大城市的生活更丰富 网上看到一句话 说大城市适合打拼 小城市适合生活 出看很认同 细想确决的讲词夺理 一个具有更多可能性的大城市 怎么会比不过小城市的生活呢 认同这句话的朋友 无非是这样定义生活的 开发程度低 空气质量更好 更适合养生 人缘稀少 比较安静 适合安逸的过日子 房价低 物价便宜 适合想成家立业的人 工作压力小 生活压力小 适合在此招根 与其说这是反扑归真的生活 不如说它是求安逸 首先 小城市有的 大城市都有 而且更完善 大城市的机构设施更为齐全 能够满足人们的大部分需要 交通十分便利 人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还有各种办证 售后服务网点都很完善 不用人们到处跑 想要热闹的生活 大城市有 想要安静的生活 它也有 想过怎样的生活 决定全在你 其次 选择怎样的生活 不在于你所在的地方 关键是你以怎样的心态对待生活 只要你的内心足够满足 足够宁静 那么即使在喧嚣的大城市中 也能寻找到属于自己的一方宁静 只要你还有斗志 渴望创当一番事业 做出更大的成绩 就未必能安居易于 守着方向置地打罢日子 为什么大城市如此有魔力 吸引了无数年轻人络绎不绝的加入 就在于它无论在工作上 还是在生活上都有无限可能性 以及不断拓展的发展空间 这才是年轻人最想要的 弗林斯大城市 能让一个人活成一支队伍 讲了这么多 或许有人质疑 照你这么说 大城市就是完美的 毫无缺陷的楼 不是的 世界上从来没有完美的东西 大城市自然也有它不好的地方 刘渝说 一个人要活成一支队伍 大城市就是这么一个场景 就有这么一个契机 迫使年轻人快速成长 把自己活成一支队伍 生活在大城市中 最痛苦的一件事 无疑是面对人群 即公交及地铁 你每次都怀疑 自己能否结上去 会不会迟到 看着逼付的人流 车流 你开始赶踏 这城市的包容性 居然可以容纳这么多人 那么多人和你竞争一份工作 那么多同事和你抢一个竞争机会 那使得你深深感受到人群的可怕 可那些远离了人群 选择安逸的人 未必就过得很好 研究表明 长时间不工作的人会丧失斗志 越来越懒惰 或一天算一天 导致依赖性很强 因为有些人把自己活成一个人 在自己的世界里止步不前 有些人却把自己活成一支队伍 在充满竞争与集约的世界里勇敢创当 锻炼出一身靠谱本事 那些长时间在大城市奋斗的年轻人 谁不是靠自己活着 当你终于发现 你可以靠自己过上最理想的生活时 那种含唱淋漓痛快 真的无可逼拟 挫折 其实是迈向成功应角的学费 应患 才能使人迅速成熟和成长 当你没有了退路 也没有了温柔 才能全力以赴应对生活的坎坷 即使破釜沉舟也要和命运决战 大城市会让年轻人更加勇敢 生出迎接未来的无限自信 把自己磨练成一支队伍 成为最坚强的强者 说明 本文经碧老师说 A 碧老师说 这里是新一代有太多的年轻人聚集地 探讨热点时事 分享是用戏能 帮你打理解惑 祝你成长 趁年轻 看更大的世界 做更好的人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iPhone哦